凤凰每周快讯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您健康的选择大甜豆瓶 联合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头条新闻 联合国民书长潘基文27号透过其发言人 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从埃博拉疫区返回的医务人员 实施不合理的隔离限制表示了关切 另一方面 美国有意见就认为 总统奥巴马即使不派地面部队 或许也能够实现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 但美国需要立即行动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为您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 除了健身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今天凌晨4点左右 在南加州的圣盖博士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一名警员中枪 情况危急 另外一犯已经被击押 当时蒙特贝罗警局 波莫纳警局以及洛杉矶的安保局 在圣盖博士的一间房子中执行联合任务 其间一名波莫纳特种警员遭到枪击击中了警部 随后送到帕萨丁娜市的一所医院进行抢救 有关部门称 这次的枪击案与再逃的摩托党有关 另一方面 根据华盛顿州警方最新的调查显示 24日发生的高中枪击案中 15岁的枪手弗里伯格曾给5名受害者发出了短信 邀请他们一起吃午饭 随后在餐桌上开枪 警方称目前调查人员仍在梳理海量的短信 电话记录和社交网络日志 希望能够找出枪击案发生的原因 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跟你说 我最近装了iTalk BB家庭电话 只要4块9毛9 中美双向直播 美国打中国 中国打美国 都没有长途费 我都用iTalk BB十年了 那你知道吗 iTalk BB最近还推出了手机APP 下载这个APP 打长途都免费呢 iTalk BB还有中文电视服务 这个还真不知道 推荐朋友还送礼品呢 iTalk BB电话加手机APP 加中文电视 每月4块9毛9起 18774825522 在你想买Prius的时刻 请先考虑这些事项 市区等效油耗 每家轮95里 福特CMAX Energy的行驶总距离更远 马力比Prius Plug-in更强劲 还有您想要的先进科技 福特CMAX Energy的优点这么多 请您慎重考虑 享受CMAX Energy的优惠价格 请今天就光临 邻近的南加州福特汽车经销商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关注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的爆炸案 其中一名凶险的大学同学 被判在恐怖活动调查中 向调查人员撒谎的罪行成立 被告是21岁的菲利普斯 他声称自己在波士顿马拉松后 并没有或者忘记了 有没有去过凶险的宿舍 他其后签了一份书面认罪书 承认去过凶险的宿舍 而菲利普斯将可能面临最长 16年的监禁 另一方面 美国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反恐行动 开支增加了70万美元 至了每天830万美元 自今年8月 美国空军队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战地 实施空中打击以来 白宫已经总共支出了5.8亿美元 而消息人士透露 早前对于这支出的估算 仅为4.24亿美元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根据CTV网站的报道 在沃泰华国会山 国家战争纪念碑被枪杀的 24岁士兵的葬礼 今天下午在汉密尔顿天主教堂 隆重举行 加拿大总理哈珀 携带夫人参加治理 并表示了哀悼 葬礼举行期间 附近的街道戒备森严 也有不少民众自发参加 又到了距禁华尔街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周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 沃润为您提供的 股市最新动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周二的距禁华尔街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三大指数 全线的一个上涨 主要的原因是 Pfizer杜邦的业绩 非常的不错 而且明天美联储将会开利率会议 其实今天已经开了 明天要宣布结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图一 这一张图一是标普500的一个指数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画的那一根直线 现在正在来到一个压力点 那么明天会不会出现一个反转的走势 我们也拭目以待 也就是说利好消息短期可能已经出尽了 那么图二的话 就是纳斯达克的指数 纳斯达克大家也可以看到的这个指数上面 显示出比较强的一个压力点 第三张图是Rosso 2000 这个指数今天的涨幅接近了3个percent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就像我们在上周五 美洲华尔街讲的Rosso 2000 现在似乎要有一个补涨的一个行情 因为前期它涨的不多 也是领跌的一个指数 但是近期反弹是由蓝筹股带动的 那么在周五的时候 在周日我们在纽约 开了一个讲座 当时非常非常好 那么我今天要说就是阿里巴巴的股票 那么阿里巴巴和这个讲座有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看图四 巴巴的股票今天接近了100块钱 那么我在讲座当中讲到了几个要点 我想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下 我在这个讲座当中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通过交易阿里巴巴的股票和期权 创造每周的现金流 如何每周赚2%到15%的回报 无论账户大小 如何获得翻倍的回报率 也就是在每周的时候 那么这些内容我将会在本周六的 San Jose的讲座 以及在周日的LA的讲座上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付的这一个 我们在周日的讲座当中 也送给了四位非常幸运的观众朋友 不同的股票 这是上阿里巴巴 大家都非常喜欢买阿里巴巴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如何每一周 从阿里巴巴上赚钱 如果你要想要知道我的赚钱秘诀 或者我要传授的秘诀 欢迎大家到San Jose和LA 我们热线电话是1800-958-8561 官方网站是Chinese7.com 好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